2016年9月6号,百哥为你整理各报评论。 首先是新州日报的评论,标题是,一号官员是谁,已不重要吗? 首相署部长阿都拉曼·达兰,在本月一号证实, 美国司法部在一马发展公司案件中, 36次提到的大马一号官员,指的就是首相纳吉。 对于达兰的街中,新州日报评论专栏风起波声作者林瑞源认为有几个原因。 原因之一,可能是为了减缓MO1课题对大选的冲击, 让党员有一段适应期,避免大选期间手忙脚乱。 其次,部长不在闪闪缩缩,反映巫统领导层对控制党内大局非常有信心。 再来也显示了,巫统领袖要自己掌控MO1课题, 不要让反对党见缝插针。 另一个可能是,巫统或许要利用MO1课题展开反击战。 根据作者官知,ENDB以及MO1课题还会纠缠好一段日子, 并且依照政府进来派遣的举动, 预料为了来接大选,巫统会加紧控制其基本盘, 虽然相信明年的预算案不会有任何刺激经济的配套, 包括减税。 在政治上也不会有大变化, 巫统会继续利用一刑法作为诱饵, 也不敢压制右翼分子, 社会保守氛围将保持不变。 接着来看光明日报的评论, 标题是廖一号的全部知情。 同样针对达栏公布一号官员身份的课题, 光明日报评论专栏看见作者在文中写道, 这个全民皆知可说是代表官方的消息好宣布, 但作为内阁部长, 又是马华一号人物的廖一号, 却回应全部知情。 这个毫不知情的说辞, 简直是比一号官员闹出的许多笑话更叫人喷饭, 而且远比敦马和部长口中的笨蛋和白师还要超级笨蛋和白师。 作者更庆幸, 在这起事件中马来西亚人结成了笨蛋和白师, 但幸好还跑出了一个廖钟来, 顶天立地地接领了这个称号。 此外作者认为, 比这番鸟话更好笑的事, 就是当达兰都直接公布是那极了, 廖一号却仍然是孤影其名, 以一号官员泛泛而谈。